捷运通车不仅带来交通上的便利性 也发掘了不少隐藏版的美食以及感人故事 新北市交通局最近就以捷运视我的人脉为主题 拍摄了两只CF 广告中的主角分别都是在捷运县附近的店家 透过了他们的创业故事 让人看见了充满拼尽的坚持 也因为捷运的开通 这些隐藏美食才能够和大家分享 为了让民众感受捷运通车带来的生活便利 新北市交通局近期以捷运视我的人脉为主题 拍摄了两只捷运CF 将隐藏在新北市向弄离的捷运故事放上大荧幕 并邀请片中的主角到场先生说法 让大家感受最真实的平民故事 新北市交通局局长赵少连表示 捷运通车确实对民众生活影响很大 而捷运建设也正积极地在推动当中 未来新北市的交通将更便利 无形中更成为一股向上的力量 我们很高兴捷运能够成为大家的人脉 随着大家一起来打拼 那最后要跟各位报告 随着捷运的一个发展 我们认为它会带动整体向上的一个力量 能够促进都市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 大家都说要拼经济 从小地方找一眼 我们来拼经济 所发表的CF中 有一位是年仅23岁的年轻老板娘 她说一开始既不会做生意也不懂行销 但看准了捷运开通的商机 她决定坚持下去 用了仅存的六万元来创业 做起了炸饭团 国真新装捷运线开通之后 为她带来人脉和人潮 甚至有远从国外来的观光客 都是做捷运来吃她的炸饭团 国外来的新加坡还有香港跟 就是一些外国客人 他们就是用台湾的交通 就做捷运这样一起来 然后说他们在国外 也知道炸饭团这个东西 然后特地来跟我买 其实我还真的蛮感动的 另一对夫妻党则是在 卢州巷弄内开设一家披萨店 两人同样在记者会上 分享了捷运和他们之间的感人故事 交通局表示 这次将故事拍成CF 也透过各种管道进行脱播 希望民众看到后给予肯定及鼓励 同时邀请大家一起来寻找 新北市隐藏版的拼近故事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